中文字幕 JP 苏州路西 我是 他在里面叫去 进去看看他吧 陆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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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 我准备了 别傻了 陆夕 我真想 给你 身上 你 小妹 小妹 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小妹 我 我 你 你 你 小妹 哥来了 谢谢张师傅 崔范呢 还来啊 你好 坐这儿 让你理解 坐这儿行吗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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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运气不错 这么大一块排骨 来 嗯 你自己吃吧 客气 小两口故意馋昂了 是吧 就是啊 让来让去的 看我们鸡皮疙瘩的地儿还来了 你看咱们在腿上 最后可就大了 快 我们吃好了 我们先走了 可不当你们电灯泡了 走了 哎 好 慢走啊 天天这么演戏 累不累 帮你学习 你都演了好几年了 活着算了 学习 哪也是比必然为常 应该说是我挖掘了你的潜质 那你接到我呀 我会的 许早会的 早演不下去 那好 你现在就站起来大声宣布 说我们冒合身一梦 从前方的头一碗开始 你就在梦想着别人的名字 可明智的 说完了 才来啊 老来那么晚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这么做想得到什么呀 出校的事 我也不让我猜 汐 汐 汐 总得吃点吧 别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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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骷髅团又撒蛋了 小声点 别嚷了 让你舅舅歇会儿 舅舅 骷髅团又撒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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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救命吗 骷髅团又撒蛋了 小兵一个也没吃 说是要给孩子 小妹 开门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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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来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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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小妹放哪儿了 你给我交出来 小妹 小妹 小妹走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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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 我每次一想到小妹 就作恶吗 行了 你就是天天守在她身边 也不一定就能救活她的命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邓志 我就都跟你说了吧 别的心里我能说 其实 星泽和朱一文订婚之前 给我来过一封信 问我能不能 一切从头再来 我想了一夜没回心 因为当时 陈可威刚刚给我提过条件 我想如果选择星泽 也许又是一场空 选择小妹就不同了 我恨宝贝是吧 明明知道自己爱着星子 还要和小妹结婚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 都是什么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天之类的念头 你就把小妹当成这股风了 冬志 你记得你有一次跟我说过 我越来越像我爸吗 我妈也这么说过 我当时不以为人 我现在越来越害怕 我怕我越来越像他 杀美 谁啊 杀美杀美 杀美 杀美 找谁 杀美 给我搬 让开 距离搬我家帮你 Ex격 让开 距离搬 行 那就き去 Stefan 距离搬我家specific 快看 fuck 好什么家人 起 forests 你去三业路来搬走 那房子分给别人了 一 你 自己 天 Resens 剃剃具葉 剃剃的葉 对不起 傻孩子 你一个人住的我还嫌清静呢 你说我说话也没人跟我说话 唱歌给谁吧谁也听不着 我正想着把别人接回来 怕你当时不同意 你现在回来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小妹怀孕的时候 我倒是提过要把别人接回来 她没答应 我听别人说了 说舅妈对她 对她越来越好 她就一走 别人哭了好几回 都把我看见 只能背着我掉眼泪 人非草弥 说能无情 我不是能猜我都不如 来 我来吧 最近见陆希了吗 你又想说什么呀 随便问问 他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你会去医院问一下 你不知道 知道什么 沈小妹死 不可能 她不要生孩子吗 就是因为生孩子 大人小孩都死了 天哪 陆希出了这么大的事 应该在第一个时间内告诉你 朱一文 我不管你跟陆希有什么恩怨 我希望你这个时候 人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多痛苦 别再借题发挥了 过分了 借题发挥 我是实事求是 觉得奇了怪了 陆希 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来通知你 让你做好离婚准备 俩人共同奔赴新的生活 她没见动静 你如果真这么想 那就说明你比我还可悲 是 所以我死死地拖着你 我真傻 我刚才还可怜你呢 别 留着你的可怜给陆希吧 你这事呢 我才听说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你不是小兄嘱咐过 做人 不要乱替别人操心 也不要让别人替你操心 再说了 我那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爸 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直说吧 节约时间 我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来安门问你 这可不像你的行事风格 陆希 一个人的想法 不是一成不变的 即使到了我这个年龄 他也还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转变观念啊 可我怎么觉得 你来不仅仅是要安慰安慰我 说说闲话 陆希 爸老了 也不做他想了 我听说你那个房子让人收走了 这么着 我那住的比较宽敞 你要不然就搬到我这来 我对你也没有什么要求 作为儿子呢 你能稍微照顾一下我的饮食起居 这也就算是两全其美 你看他 那冰冰呢 冰冰 他可以放在你母亲那儿 如果他要实在不愿意接纳的话 你也把他一块带过来 但我得有个条件 他的生活教育费用 我是一概不负担的 难怪每次我妈 让我给你送饭送汤的时候 都不会忘了嘱咐我换个锅 她怕你看出来 可能还是她了解你 或者我也可以考虑帮你分担一部分 谢谢了 爸 不过说老实话 我妈那儿虽然房子小 但是我住在那儿觉得暖和 你那儿房子大 你留着自己住吧 这样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冰的费用 陆写 你再想想 以后啊 如果需要帮忙 你自己来也行 或者托人来说一声都行 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附加条件 在我这儿 没有回报的问题 还有别的要吩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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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卫红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有可能吧 我也不太清楚呢 那我们再坐坐吧 好 我们再来找我一碗 去找找一碗 跟她说让她中午自己吃饭 两口都还挺甜蜜的 我刚好要找你呢 怎么了 这是我大学同学林卫红 你们不是见过吗 你好你好 你好 那个她过来出差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我想让她到家里坐坐 中午你自己吃吧 我们随便弄点就行了 那怎么行啊 老同学到老远的来 咱们也得好好招待 要不咱们中午一块出去吃吧 不用客气了 我主要是来看看星子 跟他说说话 吃饭无所谓的 你不用管了 我们自己吃吧 那 那好吧 家里还有点香肠 拿出来蒸了 就可以吃 好 知道了 看起来还挺甜蜜的 看起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 难道只是看起来甜蜜吗 难道不是 星子 真的你离婚吧 你再这么下去 你就崩溃了 我知道 其实我已经崩溃了 我每天晚上都害怕做那些噩梦 我一到早上 又害怕去上班 你知道这就意味着我一出门 我就得演另外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我真想不到你怎么能承受这么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 可是咱们刚才看见朱一文的时候 他可完全是神采飞扬的 他装得可像了 真的他在家里是一个人 出了门又是另外一个人 太可怕了 星子 你忘了 我早就提醒过你 他这个人 没打扰你们谈话吧 星子 哪是你这么带课的呀 家里什么也没有 你让客人吃什么呀 我就知道你会偷懒 特地啊 从食堂打了几份好菜 赶快准备盘子 这会儿我也没吃 一块儿吧 我冒昧地加入 客人不会有意见吧 不好意思 我突然想起了 我还有点急事要吧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走了 这怎么行啊 有空来玩啊 你故意的吧 我跟老同学聊天 你也要监督是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呀 你就说我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随时加入到 我跟别人的谈话了呀 那是因为我没有你那么虚伪 所以你需要别人来指点 你跟我离婚 还偷听我们说话 你以后要是希望把家里那些家丑 往外宣扬的话 别忘了让我帮你 兄弟 我还有一个包没拿 对不起啊 弄脏了 对不起啊 弄脏了 心脏 保重 谢谢 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可能是最近烟抽多了 就是烟抽多了 还老抽那种越动烟 好 以后我少抽点 行了 别敷衍我了 你们单位那些事我也不想问 妈得问你一件事 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你说 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吧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了 那好 你听了别生气 不生气 我已经想好了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考虑结婚的事了 真的吗 我永远也不想再婚了 不结婚就用不着谈恋爱 在我的字典里 爱情这两个字已经被提出了 只有工作 太悲观了吧 这不是悲观 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希儿 妈知道 小妹的事对你是个教训 再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可是在妈心里 总觉得 你放不下那个星子 妈 难道我还有权利 在亵渎星子的感情吗 干嘛说得这么严重呢 妈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想我和星子之间 那些美好的回忆 都被我一次一次地破坏了 我一想到星子 我就觉得是在亵渎 不能再奢望什么了 云温 我不想进去吧 为什么 我怕我的情绪影响大家 大家都在等我们 你不进去让我怎么解释 你就说我突然不舒服 生病了什么的 你不是很会编吗 随便编一个不就完了 我告诉你 别把我逼急了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 你父母也在 你要是坏了大家的性质 你就别怪我不顾什么脸面 我真的怕我的情绪 影响大家的性质 那就手机你都哭挂脸 马上跟我进去 爸 妈 我们回来了 爸 生日快乐 亲讲 这杯酒是祝你生日快乐 下面还得再敬你们一杯 这边有什么冰箍啊 看看 门上挂着的 补好家庭 这个荣誉可不一般啊 你们说该喝不喝 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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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形势越来越好 我们两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作为父母啊 我们别的事都不操心 现在呀 就操心一件事 亲家母 我知道你操心什么 星子 听你说话挺凌厉的 今天怎么傻了 星子不傻 是装傻的 星子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呀 你和易文也让我们表个态 你们年龄不小了 事业也稳定了 打算什么时候 给我们上个第三代呀 我们正计划着呢 还计划呢 再这么计划 两千年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吗 快把计划变行动吧 既然今天全家都在这儿 我们就把这件事啊 给商定下来 宇文 星子 明年底之前 你们俩必须向我们报告好消息 说得是啊 如果有特殊情况 那你再缓期一年 星子 你看我们这两个妈妈 现在身体挺好的 赶紧生个孩子 帮你们带 是啊 再晚下去 那可就说不准了 不行 我们不能要孩子 为什么 是这样 我们那个暂时不想要孩子 想再等等 你们年龄不小了 两个一个都是独生子 你们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妈 也不是我不想要 主要是星子 这为什么我也说不清 星子 要不你跟大家说 对 他说得对 是我不想要孩子 因为 因为我想跟朱一文离婚 对 星子 你疯了你 我没疯 我如果不跟他离婚的话 我就会疯了 你们看到的全是假象 其实我跟朱一文 从结婚到现在 从来就没有幸福过 对不起 爸 我破坏了你的生日 我扫了大家的心 但是我实在装不下去了 至于原因让 让朱一文给你们解释吧 我先走 老星子 老星啊 爸 你别拦着他 让他走 妈 本来我不想说 可没办法 你们也都看见了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女儿的生活下去了 否则不是他疯 我也一样 这小子实在太过分了 我早觉得星子不对头 你还是我一身一规的 心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人啊 星子 这些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要不是人无可忍 我可能还会配合他 一直装下去呢 这心里怎么受得了呢 妈 你不设身处地 你就根本不知道 要说出离婚 那两个字有多难 这种人还能过下去啊 这就好比文革时的两面派 太可怕 星子 跟他离婚 跟他离婚 这样的日子是不能过 可离婚也不是个小事啊 没那么简单吧 星子 你还是先冷静下来 先住家里面 离婚的事 我们再商量商量 爸 妈 我现在就很冷静 这个婚我一定要离的 只不过最近 我确实没办法回去面对他 那种感情让人太窒息了 所以 我可能得在家里 多待一段时间了 星子 别想那么多 这个家 你住一辈子都行 不对不对不对 你再好好笑笑 妈 你不舒服啊 你怎么心神不宁的 阿西 能陪我出去一趟吗 行啊 明明 你自家好好做作业 有什么不懂的 妈 妈 妈 你急急忙忙的要去哪啊 走 陪我到你爸那去一趟 妈 你不是一直不愿意去他那吗 哎呀 这两天我心里特别乱 哎 总觉得有一个人影在我眼前 晃过来晃过去 一想就是你爸那张脸 你看你说的我只起鸡皮疙瘩 你不是从来不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吗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 那行 那快去一趟吧 我这两天忙 也一直没去看他 赶紧你 你不是没误主意者吗 怎么我相信自己的这个 这 黑着灯呢 哎 有人吗 都黑着灯了 是不是出去了 他一般要是出去的时候也给留一盏小灯啊 这回来的时候黑灯下火了 看不见 摔一跤怎么办 你爸可是爱惜自己的那种人 这边睡着了咱们这么杂也该开着 别没吸中毒了 不可能啊 大夏天呢 没 我从头上翻你 行吗这 还还当心 还真开着呢 啥也这事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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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点 哎 开了 好好好 你出了吗 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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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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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哎呦 哎呦 走 老陆 啊 嗯 嗯 嗯 这屋里也没人 嗯 没人 你放心吧 他不会有事的 哎 哎 入室抢劫 走 洗啊 咱走 哎 你先别走 我得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爸 我们怎么会来偷你东西的呢 要偷草偷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啊 我一大白天都在你们都不来 天刚一黑我才出地一会儿 那你们就翻窗户进来了 我得检查检查 嗯好好检查啊 看丢了什么赶紧报警 你要再多说一句我们可就走了 丢了什么东西自认倒霉 哼 你啊反正是丢了东西啊 你想赖也赖不掉 我自然会 自然会去找我 爸 妈 妈 哎呀 爸 我爸这怎么了 哎呀 我看看 爸 哎呀 别生老医血吧 哎呀 哎呀 你干净送医院 哎呀 喂 你行吗歇 我行 哎 轻点轻点轻点 快点 行吗歇 妈 我歇 歇一分钟 歇会歇会 哎 老爸 你扶着哪点 哎我扶 我扶着 来来 我这儿 我这儿来 来 哎呦喂 哎呀 哎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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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扶着 你扶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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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说你为他那么个人 你执吗你 你执吗你 哎 儿子 哎 不是什么事都能用执不执来衡量 啊 你说你爸这一辈子都算计了一辈子 他又得到什么了 哎 我跟你说啊 医生说了啊 医生说了啊 你的意识啊都是清楚的 就不会说话了 下手也动不了啊 我现在跟你说啊 你要说是你就点头 要说不是就摇头 懂吗 哎 来 待会儿啊 等陆西下班了以后啊 他把你的病情跟你说一下 知道吗 嗯 嗯 那我现在问你 饿不饿 渴吗 想喝水是吧 哎 这就对了啊 给拿水 给拿水 看看啊 嗯 一点都不烫 慢点 慢点 哎 慢点 真好 嗯 你真好会喝 嗯 你再来一口 再来一口啊 慢点啊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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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好好真的 嗯 还喝吗 你还想喝啊 行 再喝啊 来来来 哎 陈欣 这两天一个人吃饭了 还有我啊 一文身体没事吧 他不是请病假没来吗 哎 身体要不要紧啊 对也不要啊 嗯 没事了 坐啊 太少了 要不然你先打吧 我菜票忘带了 你翻来覆去说的 不都是些面子问题吗 面子重要 还是我个人性质重要 真心把自己说成那么无辜 说的就像 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可怜虫 可我呢 你有没有想过 我过得轻松 我过得愉快吗 不信你们跟去试一试 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我就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 非得劝我这么跟他勉强下去 一文 本来是不想跟你说这么清楚的 如果你和陈欣离了婚 家里为你付出的所有心血 都要复制东流了 怎么又弄一床的呀 才换的床单 哎呀 护士对不起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从家里带来新的 我给他换上啊 还是老伴好啊 看你这一床屎一床尿的 只有老伴不嫌弃你 我跟你说 我不是他老伴吧 你不是他老伴啊 对我就是他一个老熟人 来 看你每天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他 我还真以为你是他老伴呢 我跟你说我不是 不信你问他啊 他不是你老伴啊 对不起妈 爸 但你现在太忙了 我实在是走不开 我爸怎么样 你的心挺好的 现在已经稳定了 我怎么看你疲惫的样子 怎么了 为了麻烦了 反正早晚你也得知道 我就跟你说了吧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上面来人那个调查 所以我每天都在那守着 跟我们离开 不是调查你什么呀 听那意思好像是有人把我告了 什么赞名职权 假公祭司 贪污公款 什么一大堆罪名 当然 这个我不怕 人正不怕有罪 他们调查就调查好了 只有一件事 心里不太踏实 一件什么事 就是去年电池的事 电池事 你不是干的挺好 那领导会都表扬你的吗 说老实话 这件事 我有一定的责任 网友把那些电池 都放在露天了 当然 这是他的错 可是后来他去县里开会了 工人们问我要不要搬进仓库 你怎么说 我没同意 行 不是故意的吧 我也说不清楚 对不起 我要上班去 星子 就算你想离婚 我们也得谈谈 你说呢